我不知道啊 我没跟你说话呢 我就随口一问 你要是有需要 妈可以帮你 你别再出卖我就行了 你早点睡吧 我也该睡了 晚安 妈 晚安 院长 晚安 院长 晚安 你们这是假情侣之名 行情侣之实呀 怎么什么话一到你嘴里 就想做得带点颜色 我是觉得你做得对 哪对 你看你们俩 孤男寡女的 也不排斥暧昧 在一起打扮情侣呢 也很开心 虽然不确定 彼此现在是不是相互喜欢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的开心 都是真的 你完全不吃亏 天真也有几分道理啊 万一再碰撞出点 爱情的小火花 那就是纯赚 我感觉 特别适合做生意 我真有此想法 仅此一意 我决定 等我攒够了钱的 我就开一个 自己的小咖啡店 我到时候雇一个 特别喜欢看 延期小说的远顾 我坐在自己的咖啡店 正中央 光明正大的邂告 看谁敢要挟我 杨总 我觉得你这想法 特别好 我要入股 叶总好爽 来 开业大忌 开业大忌 快 快 请 你买了饼干啊 这是曾医生做的 给我送了点 你不是说跟同事关系一般吗 之前我和曾医生是有点不对付 但是因为上次的事他来谢谢我 我觉得这人直来直去的 其实也没什么坏心呀 正好听从你的建议和同事们友好往来 他就没让你在我们面前推荐他 没有 其实我明白你的顾虑 不过在没有正事之前 我还是愿意相信他的目的是单纯的 确实 凡是要相信好的一面 这也得要向你学习 所以 我也向这边推荐了曾医生 你就不意外 为什么没推荐江医生 我相信你有自己的考量 我先出去了 还真是滴水扑龙啊 我看林特助上午特意找则医生去聊的情况 应该是要定他了吧 要不我再找叔叔争取一下 不要麻烦许言长了吧 我都了解过了 这个制片人很有能力 纪录片也一定会有很好的翻向 你不是也一直想把微博做出影响力吗 这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啊 可这样 得曾医生不公平啊 我知道你的想法 我和曾医生关系也还不错 可是现在这样也很不公平 什么意思 让你去看 叶医生也回来这么久了 同事们之间也都在传 你不主动说 我也不想问 就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影响不到我们 但是现在不一样 叶医生是院长助理 如果他要是对你有什么怨言的话 他是完全可以在院长面前说你会话的 叶医生不是这样的人 你 见到恋爱 季小姐那边回复得倒是很快 只是几轮沟通下来都不同意 我也去了解了一下 其实网上很早就有关于他隐婚怀孕的消息了 前几天他的工作室还出